我得下山找吃的去 我不想餓死在這裡 這地方你必須得穿平底鞋 你不穿平底鞋 就等著睡覺 說真的到這個地方一點都不熟悉 你就是沒有安全感這種感覺 這地方太偏了 你看那邊全是山 我就是住在山裡的 貪便宜一個酒店 這下面全是沒有賣飯的地方 只能酒店炒菜吃 要是實在找不到的話 最快打算我們就買一包方便麵 你看看這山 紅土 十八貴 麻花 往下走走 就是不停 你得多走 別怕 只要回來能找到這地方就行 你看這都山山上這個房子 這有個農家菜 我覺得這種旅行帶點 搬探險的意思 有吃飯嗎 還燒烤 有那個什麼菜單 我看一下 雞蛋肉絲麵 炸醬麵 乾鍋泡菜 酒店炒雞蛋 你看下面的賣的小炒便宜了 跟山點上價格差一倍 我們再走走看看 一個人旅行 這不就是旅行 一個人辦探險 這裡沒有出租車 全是那種黑車 我都不敢打 怕賊客 這給你扔到半路 你就完蛋了 半路是山 這個跟四區不搭界的 這是離機場 就很片片的地方 就山上的那種地方 離機場還有10公里 香春土菜館 不把自己吃飽了 這是沒有安全感 在這種地方 你看看 這是店門全關著的 都沒有一個人的聲音 雖然你看有的有車什麼 但是沒有人氣 在這裡待的你心裡踏實 在這邊沒有出租車 好大了 這邊就是山 山開起來了之後 這地方變成路了 然後這邊建房子了 其實這就是山 這山頂還有建房子 你看 就這樣 地形 換來一聲叹息 這有旅的 太有意義了 前方的路不知道什麼樣 前方遇到的事情也是未知的 遇到這種情況 你也得撐著 出不去 你得自己想辦法 光說沒有用 一會兒吃點東西 找點東西吃 吃完還得想辦法怎麼出去呢 我估計整個這片區 就我一個女的膽大 敢自己獨行 還敢瞎走 瞎摸索 找地方吃飯 這鳥地方 半夜出來能嚇死 這也有一個炒菜的小館子 都沒人 難道就我一個人跑在店邊住了嗎 前面那家菜館多了 前面那邊 到那邊 應該不會被宰就行 我不求別的 只要不被宰就沒事 有人 等一下 好嘞 還有米線 這地方有米線 要不然我們晚上就吃個米線 先探探路 今天 耳絲米線水餃 小鍋米線沙鍋米線 沒食慾 他們這是什麼美果客人 都是自己家人在吃飯 這地方又有一個農家菜了 別把自己走丟了就行 這是重點 這地方還有菜 可以走到這地方不怕了 進入這個弄堂 咱們回來從這弄堂走 不然就丟了 東拐西拐的 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 這就是鼓勵自己的 其實胆挺小的 那有賣什麼 雞腳王 這地方產品多 烏煙瘴氣的 烤烤的 這地方有烤鴨薄雞薄的 前面那個烏煙瘴氣的 哇這濃煙滾滾 去看看這 我的媽 我這移不全是去腐味道 是烤什麼呢 人蠻多的 要吃下什麼 我看一下 那個小串是什麼肉 牛肉 多少錢一串 15塊10串 15塊10串 對 這個我烤20個 特色 20個 好嘞 好嘞 然後我打包 特色 那魚怎麼賣了 烤魚 25一條 25一條 是什麼魚 國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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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烤 25塊 20塊 這個人氣很貫薄 生蠔 這是什麼 羊羽伯伯 這個怎麼賣的 我們自己吃的 看了一下就好吃 羊肉粑粑 辣的 很辣 我們這裡 羊肉粑也看得好吃 到了雲南第一頓吃了一個燒烤 這個沒誰了 不吃雲南特色的米線吃燒烤 我看這個 餐廳很火爆 你看這邊還有海鮮特色小肉 我這邊賣吃的蠻多的 燒烤 鋪路 都燒烤 找到根據地了 明天這待一天 適應就好 那邊的小肉串在烤 我們去買點吃的去 買一個蜂蜜麵什麼的 我看到這條街 我還有點希望 因為有吃的 熱的水 怕餓死 沒來過雲南 就這不了解 看到都是山 我就害怕了 我去買點方便麵 買個啤酒什麼的 回去喝 買了一瓶啤酒 其他都沒買 因為方便麵 賣5塊錢 跟機場價格一樣 所以我就沒買 餓了 這啤酒大禮的 看我們的串好沒好 然後一會兒再早點煮食 他有米飯 我們就管他買一碗米飯 沒有的話就算了